大家好,我是AI虚拟主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这一集影片 我们利用Canva的免费数字人 来建立虚拟主播 首先我们先决定影片的尺寸 您可以从Canva的主画面中选择 或是按自定尺寸 还可以点选建立设计 从中选择您要的尺寸大小 这里我们直接点选影片 然后点选左边的应用程式 往下滑动 找到Narrow选项 点一下 接下来画面上出现许多的头像 供您选择 您可以选择喜欢的主播 选择好之后 在下方输入您要让主播说的话 这里我们复制贴上原来就打好的文字 然后在下方选择语言 这里我们选择中文 然后选择人物的声音 最后点选CREATE YOUR VIDEO 产生影片 影片完成后 我们按播放按钮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好 我是AI虚拟主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影片生成效果不错 接下来您可以注意到 影片有灰色的背景 请您点选编辑影片 然后选择背景移除工具 我们要清除影片的背景 您可以注意到背景移除工具旁边有一个皇冠标示 这是Canva的进阶功能 您可以选择Canva Pro的免费试用 就可以使用这个进阶功能 接下来请您点选下方的加号 新增页面 我们要为这位主播加上专业的背景 请您将游标移到左上方点选设计 然后我们在上方输入栏输入News 下面会出现许多的范本 供我们选择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喜欢的版型 接下来我们要将虚拟主播套用到版型中 先点选前面的影片 然后点选主播 接下来在Windows中按Ctrl-C 或者是Mac中按Cmd-C来复制 接着点选下一个片段影片 按Ctrl-V或Cmd-V贴上 您会发现我们的主播和后面的画面叠在一起 这时我们先删掉主播 然后我们要改掉后面的背景影片 先点选一下影片 然后将游标移到应用程式 往下滑动找到影片 接着将游标移到上方 输入Office 我们要找到办公室背景 先寻找选选的影片 找到之后 将它拉入右边的方块中取代原来的影片 接着我们点选下方主播影片片段 然后点选画面中主播 按Ctrl-C或Cmd-C复制 然后点选下一段影片 按Ctrl-V或Cmd-V贴上 接着将虚拟主播影片调整成适合的大小 这里调整的时候要小心 不然会整个取代掉后面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由标点击第二段影片开始处 然后播放 大家好,我是AI虚拟主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大家好,我是AI虚拟主播 您会发现主播讲完后怎么又开始重复 这时请您注意看 我们第二段新闻影片长度为30秒 而新闻主播原来的长度为7.8秒 这时间差就是他重复的原因 我们将游标移到时间轴后方往前拉来做修正 现在我们要预留3秒来放片头音乐 所以7.8秒加3秒是10.8秒 我们将时间轴设定为10.8秒 接下来我们修改上方文字的部分 我们将文字改成中文 然后调整他的长度以及位置 接着我们要在影片开头加上片头音乐 请您点选上方影片 然后按右键 点选显示时间 这时下方影片上出现主播影片的时间轴 我们将游标移到前方 将时间轴往后拉 拉到长度剩7.8秒 接下来请您将游标移到影片开始处点一下 然后点选播放 这次您可以注意到主播的影像隔了3秒才出现 接着我们要在影片开头加入长度3秒的片头音乐 请您将游标移到左边 点选应用程式 然后选择音讯 接着我们将游标移到上方搜寻列 输入News Intro 搜寻新闻的片头音乐 您可以点选图示 先试听看看 若决定好就将音讯拉到下方影片 确定好位置再放手 这时音讯的长度就会和影片一样长 现在我们只要前3秒有音乐 请您将游标移到音轨后 往前拉 只留前3秒 接着我们将游标移到这段影片开头点一下 然后点选播放 看一下效果 您有没有注意到音乐开始时 办公室影片也跟着开始 后来主播才出现 这里我们希望修正 让办公室背景和主播一起隔3秒之后才出现 这时请您将游标移到上方主播影片处 按右键 选取图层 然后选择里面的显示图层 这时您可以看到画面左边出现我们影片中所有的图层 目前框起来的是主播图层 接下来我们要点选办公室图层 针对办公室影片来做调整 您可以看到在影片上方出现办公室影片的时间轴 我们要将它往后拉 让它的时间剩下7.8秒的长度 除了办公室影片 还有影片下方的白框也要做处理 我们点选一下白框 然后同样将时间轴往后拉 拉到剩7.8秒 接着我们做最后的确认 非常完美 最后我们就可以将第一段影片删除了 之所以留到最后删除 是因为如果有任何错误还可以做修正 影片删除后 您会发现我们的音讯没有跟着移动到前面 这时候我们修正一下 大家好 我是AI虚拟主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一切确认没问题 您的影片就可以下载了 请您按分享 然后点选下载 再点选一次下载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请您的观看 请您订阅 请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